我是个浪漫的法国 我们印象中应该是浪漫的法国 那我们先要关掉 OK 我先关掉 荧幕共享吧 好 然后今天呢 我们请到人在法国跟卢森堡 是卢森堡边界 我住法国 但是我在卢森堡的法国学校 OK 这也很酷的 好 在卢森堡的法国学校 Angela老师 还有呢 在台北法国学校的 国英老师 那今天呢 我们有一点手忙脚乱的 所以 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呢 就是耗着一耍的 大家带上你的咖啡啊 然后 小面包啊 或者是现在是晚餐的时间 也可以带上您的晚餐 然后就一边来听 我们看到Angela老师 你看他坐在户外 很惬意的 吃着他的 对 我已经吃饱了 我已经吃饱了 这是我的咖啡 对 对对对 你看不好 好那我们是 先让 那个 国英老师先来 然后 两位都先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就 文着开始好了 好 那 我先开始 对 然后你先介绍一下 然后让 Angela老师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再 你再来打开 那个 档案 是 好的 好 那么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讲国英 我比较喜欢像黑体老师说的 国英老师 感觉比较亲切 那么我现在 在这个台北的法国学校 那 就是开始教中文 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 因缘际会之下 就是加入了这个 这个社群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这一次呢 就是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文化之间的差异呀 这样子 我本身自己在1993年 就到法国 那时候只有两个月 然后 那时候应该你们都很小 然后1995年 我又再回去 一直带到2007年 我才回台湾 那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时间 在两个国家当中的一个 这个大概的状况 其他还可以要介绍什么呢 待会我们看PPT的时候 再一起讲好了 好 OK 然后Angela老师 好 你们好 我是Angela老师 我没有 我们这里 我比较不亲切 因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叫我 马丹Q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 他们平常都是叫我郭老师 我不是一个亲切老师 我们会友善地保持好距离 我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 我就是那种 我就是那种 too nice的 就有点 因为 因为 一般来讲 我的 我法国的 夫家这边 大概都是 都是老师 我们有音乐老师 英文老师 李化老师 所以 一般来讲 我们不是很亲切 然后我们会跟学生保持 觊觎 所以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亲切老师 而且我们不会去参加 比如说 如果我们发现 哪一个社团里面 会有很多家长参加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参加 因为会有 会谈到小孩分数 或学业上的问题 我们就尽量私生活 跟学校的生活 会分得很开 对 我们会很努力 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 亲切老师 然后我大概 再自介一下 就是我大概是 我比小老师 晚来很多年法国 但是 我2000年来 然后我后来决定 来法国念书的时候 事实上 已经2002年了 那2002年 我反而 我跟一般的人一样 事实上研究所毕业以后 并没有 并不会有人打算 要当中文老师的 所以我们一样 就去上班 对 然后 就是 可是 然后可能在法国上班的 也不是很顺 所以我后来是跟了 国和会 台湾的国和会 我到了查德 还有布奇纳法所工作过 对 我在国和会下面工作了不久 但是后面问的 我一定有一个法国男朋友 就是一切都很合理的情况之下 好了 那要结婚 那结婚你就要想说 那你要怎么在法国 生存下去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是住在巴黎 那种大城市的人 你会想说 那你要怎么生存 好吧 那你就去上个教程好了 那就上个华语教程好了 那因为 可能 可能因为我们 家里在当教师 或是知道 教育部的面试的时程 大概是什么时候 所以 这个算是我这一辈子 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东西 就是大概 教程上完 然后9月你就上路 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快 然后可能刚开始是 华语教师这部分 可能刚开始是我的兼职 然后可能 商业往来 或是国际商业事务 这才是我的本业 但是后来因为 婚姻的关系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越做越小 然后另外一边 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然后后来就跟 先生一起去非洲 我第一个正职缺 我第一个正职缺 其实就是之前在法国 其实你要 应该 那个等一下说好了 反正就是 那个等一下说 因为这个故事还蛮长的 因为要在一个 在法国当正职缺 可以真正当饭吃 其实并不是很容易 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那我第一个正职缺 其实已经到2010年了 2010年 但是我的正职缺是在非洲 我是法国的法国学校 是在非洲黑角 然后我到2014年 再调回来 法国的法国学校 是在卢生堡 所以我事实上 我在法国境内的学校 教过的时间很短 境内教的时间很短 我一直都是在境外 虽然说我们这边的 亲情有大家都在境内 那事实上境内跟境外 不过就是新北市到台北市的距离 好 这就大概在这里 就卖个关子 然后后面再说 听起来很有意思 所以那个非洲那一段 也挺有趣的 我们应该 上次有哪一个老师 也是在非洲一段时间的 我们应该请你跟他 对 在俄罗斯的那个 我有看到 可是我那时候在上网看了 对 所以他也是有外派去 非洲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情况可能 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都在法国学校 我一直都在 就是所谓的 法国学校 大家谈起来有意思啊 它是 它就是一个系统 所以事实上我教的 教学的模式 或是我 我都就是依照法国的课纲 所有的情绪都是一样的 那只是地方不同 对 那我等一下会说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 交通向法国系统 那也可以听听是 可能从教育部外派去 非洲的老师 他不知道是哪个系统 因为 对啊 所以就不太一样 我猜是当年是 被法国占领了 的非洲国家 对 大概都是法语系国家 大概都是法语系 法属地国家 先会这样 其实有点像 呃 现在全世界 还有一些少数 很少数很少数的台商学校 用台湾的例子来讲 其实他们就是在 在 其实在台湾办公家的单位之下 的一个台商学校 只是法国政府 因为他们以前 在殖民地很多 所以他们的公务人员外派 或是他可能是开采石油啊 或是各方面的 铁矿啊 或是 或是那种 重要金属之类的东西 比较多 所以他们会在 很多国家都会设置这种学校 那个等一下我们再讲 没有关系 如果在我的简报里面 大家留一个连结 让有兴趣的老师 想要找工作的老师 也可以听听 哈哈哈哈 这也是重要的 那我们先回到 让国英老师先开始 因为他准备的 非常丰富 精彩的东西 对啊 我们都没准备 哈哈哈哈 没有都有 糟糕 我年纪大 哈哈哈哈 各位小妹妹 哈哈 因为呃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可以 给大家听一下 你们真实的一些经历 因为比如说像我妈前几年吧 她就终于去了一次欧洲 然后你想老人家就是 一辈子嘛 就从就是憧憬说欧洲应该浪漫啊 什么仙剑啊 什么什么的 那呃 她去过就是比如台湾附近 还包括去到美国 我有我妹那边去去旅游过 但欧洲就去这么一次 那她那时候回来是有点抱怨 因为跟她想象的 跟她期待了 你说一个老人家 就呃 看了很多旅游节目 或是对于欧洲的想象 这样子 那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呃 我觉得我们来听听 你们的真实经历 我觉得这就是 我很重要 就大家聊聊 不要太有压力 哈哈哈哈 那我就请国英老师先分享你的 嗯 好 那我要按 分享 有正宗下方 对 学生 嗯 我需要怎么 有正宗下方 对 好 来 可以吗 嗯 你的萤幕的 你萤幕正宗的下方 有个箭头 网上 那个 学生 对 是 应该 可以有 选项 是 偷跑 我按这个 全体 参会者共享 对吧 嗯 应该不用选吧 因为她会出来 就是有各个 你应该先会打开 您的那个 档 呃 那个 你的档 然后中间 箭头 您的萤幕下方 的正宗下方 是share screen 对 对 对 是 按照 全体共享 对 因为我不知道 您看到 因为我这段 会不会跟你这一段 不太一样 好 那我试试看 我可以再 画全体共享 那么 OK 好 现在我要到我的画面了 有了有了 现在看得到 好的 我们从这个速度快一点 这样子直接切入主题 小乌龟的 好 这个是我们 我先稍微说明一下 今天我就是速度要很快 因为东西比较多 那我大致上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大概是 就是说明一下法国的 这个风土人情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 比较是我自己个人在法国的 一个经历 当然都是以影像相片为主 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想要说的 就是说这个华语教学 在法国就我了解的部分 当然我相信那个郭老师 给我更清楚 他在法国的这个状况 好那我先从第一个部分 一开始啊 那么我就想先让大家想一想 当我们说到法国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的脑海中会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 就巴黎啊 就巴黎 有人会觉得可能不会是巴黎 好 那么再来 继续往下 那如果说 巴黎 四十四就只有巴黎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这个法国的位置 地理位置 它长得这个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有山 然后还有平原的部分 还有靠海的地方 这个是他的大家的地理的一个图 好那这个又更放的更大 它相对于这个整个欧洲还有亚洲的位置 那我为什么会放这些图呢 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风土明晴 我被谈到文化的时候 先看看它的地理位置 它会有什么样的气候 那之后一些饮食啊文化啊 其实都跟这个息息相关 那我们看到法国的位置 它在这个欧洲 这个地方 它有山有海 相对于其他的欧洲的国家 我想法国的位置相当的优势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国旗 所以给了你一些讯息 那有的人会觉得 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会想一想 我想到法国就是浪漫的这个海边 或者是说法国的美食 那么现在如果说你想到的法国 在这个里面所有的图像当中有出现的话 它其实就是法国的文化当中的一个 我们从 对很丰富啊 加勒福 你可以先回去看一下 我们顺便先看一下卢森堡 应该合比卢三小国 对吧就是 对 可以看一下卢森堡的物质可以吗 对 在这里 就这张 有一位老师对 在右上角吗 对我就住那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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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就是刚刚郭老师说的 在东北方 OK OK 好 我们往下哦 两队三个老师是住在大里昂 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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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中间 再靠近我的游标给大家指一个方向 大概在这里 里昂在这里 好 那巴黎 红点点的位置 嗯 好 那我们再往下咯 好好好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法国多台多文化 这些呢 都是法国 呃 从左 左上角 这个 美食啦 然后这个时尚啊 巴黎铁塔啦 我从这个地方啊 这里走 我们就这样很快的绕一圈 好 那么这个呢 是 足球 香水 那么去年前年最流行的这个 红背心运动 法国的罢工也很有名 然后他很有名的一些历史建筑 这个已经被烧掉了 好 这个圣母院 好 那这是罗浦宫的敬厅 嗯 哦 对不起 法尔赛宫的敬厅 罗浦宫在这里 OK 那罗浦宫最代表的这个一幅画 对 嗯 嗯 再来往这个 右边走 哦 我们看到这里有法国的这个咖啡 露天咖啡很悠闲的这个文化 还有美食 阿尔卑斯山这一区 跟山有关的活动也有很多 这个践行 有攀岩 有这个每年夏天会举办的 出货别的行李 有个小踏车 还有滑雪季 那么再往下呢 我们看到这边呢 也有他们还有很传统的这个牧羊人 那如果说 还有 那有人对文学 稍微或者是说 比较有适合 或者比较喜欢的 小王子 这个也是 这个法国很有名的一个作品 一些作品 再接下来往下走 我们到了南边了 这个美丽的地中海 这个蔚蓝海岸 这个海滩 然后有一些水上的一些活动 还有很著名的坎城影展 好 吓我一跳 突然不见 累 好 再来可能有些人知道 这个空八就是法国的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 水机制造 空中包式 对 它跟这个美国的波音呢 是两个这个 航空业的大龙头 嗯 那么可能或许也有人知道这个 法国的战机幻象 对 也是在这个南部这个地方 嗯 再来 嗯 波尔多在这里啊 所以这边我放了一个 也是红酒 是的 是的 它又它下面那个罐罐是什么 这个啊 嗯 这个 是 鵝肝酱 哦 这个很不人道的鵝肝酱 哦 不吃的 对 这个 对 是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一区 好 那这个 这个地方我也放了一张图片哦 这个是 这个山 就是法国这个地方跟西班牙交界的这个山 这个山脉 它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现在还有那个熊 啊 野生的熊 嗯 再来 嗯 这个地方我放了一个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level 3 就是 嗯 我们中文说 岩花 哎 画面突然不见了 对啊 为什么会 嗯 它 我要 现在 我先关掉 等一下 你 你再 再分享一次 为什么它刚才是什么 为什么会突然跑出这个 嗯 好 我再试试看啊 对啊 我看不到任何资料 又跑掉了是吗 OK 我再点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回来 好 大家看到了吗 回来了 马果 嗯 马果是我女儿的名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打到她的名字 OK 好 那么 那我们再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盐田 这一带 嗯 它就是产天然的海盐 就是从这来的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上走 那当然靠海的就有海味了 这个就是生蚝 也都在这一带 嗯 那么 我在这里放的这个 这些图案呢 大概就是大家 旅游景点会去走一走 去看一看的地方 然后 其他的一些这个logo啊 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一些法国的 产品或者是这样的企业 像加勒福啊 或者是像一些汽车产业啊 雷诺啊 标志啊 雪铁轮啊 这些 嗯 大致就是这样子 所以啊 我要花个时间把这个 法国大概 我们会想到的东西呢 稍微就点一下提一下 哇 你知道这里应该 对 那好像他就是 开始对法国的印象 就哦 集中起来了 之前就 对 嗯 好 那么我们就继续就是 大致上啊 比例上看得出来 这个吃喝玩乐很多哈 好 那我想要继续分享 下一张图 但是 好像没有办法 啊 你就按照平常 投稿的方式 应该 可 不能吗 这是你的投稿 是 这是我的投稿 可是好像没有办法 啊 我们来到了吃喝玩乐 哈哈哈 这个 旅游地图 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天 通常我们上网 这个是我上网找到的 哦 就是上网都可以找得到 很容易找得到这些 旅游的相关讯息 喜欢看城堡的 喜欢喝酒的 喜欢 运动的 就是 几乎都可以找到你的 各取所好 这样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个法国 呃 我刚刚说到这个地理 这个 有山有海 非常的重要 这个风卖是在法国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 他们的农产品 哦 嗯 所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我用游标来稍微 说明一下 看这一带 东南方有山 有山呢 就养个牛 养了牛呢 就有牛奶 有了牛奶呢 就来做乳酪 所以这个地方的乳酪呢 是这个 他是很重要的这个乳酪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比较友善的地方 大致上 好 嗯 也不是绝对 那么 先说明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白朗峰的位置 嗯 在这边 好 好 那么佩里奴斯山 这个带呢 也有一些这个 嗯 法国的那个乳酪 这样 好 嗯 一样的是吃喝玩乐土 哈哈 那这个地方比较是一些 嗯 这种比较自然的农产品啊 跟刚才不太 还是有一点区别 我会这样的去区分 就是说 有些农产品 像是它是马铃薯 北方的马铃薯 哦 它就直接拿来做成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水果 那边的小岛上有凤梨 是的 这个是它的海外的海海外的岛啊 像这个 哦 对 它们还是有一些这个热带水果 因为它不在法国的这个国境之内 它不是在 它这个位置其实是在其他的地方啊 它就把它纳入法国的这个这个领土里面 啊 好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生蚝在这里 这个海盐在这里 那么北方呢 它因为是平原 它采马铃薯 那么呃 呃 在法国这个酒 通常你看酒瓶都知道它是哪一个产区的酒了 哦 嗯 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啊 然后 大致就是这样的 这个跳快一点 来 下一张 也是大致是 呃 一样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吃喝玩乐 光是吃就是各地什么都有啊 就是他们自己的当地的一些 食物 这是法国比较特别的地方啊 它的食物的这个分布呢 非常的多样化 那不仅是多样化 它还保存了他们的这样子的多样性 好 那 像中有人说是世界上就中西两种食物 就是中国菜跟法国菜 没错 哈哈 所以我们其实蛮幸福的 对 现在到处都可以吃到中国菜跟法国菜 其他的西方菜大概应该都要从法国这边借鉴过去 会发展过去的吧 我在想 然后意大利应该 这一点 不知道 我随便说因为就有那么个段子 这样子 嗯 对 海底老师说的其实 其实大致是正确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来看一下餐饮界 啊 餐饮 在学餐饮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 所有的这些这个 很多的一些餐饮上的用词都是法文来的 这样子 是的 所以那个法国的这个餐饮它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严谨的一个学习的结构架呢 其实它是算蛮早就开始的 好 这张呢是这个葡萄酒 好 就是法国的酒 那法国的酒呢 其实它分产区 它也分这个葡萄的品种 就是我们讲的Cepage Cepage就是它的葡萄品种啊 不一样的葡萄品种 它带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我自己不喝酒啊 那是对这个稍微了解一些 所以呢 其实这个学问很大啦 应该是这样子讲 那我们 我稍微用游标让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 这个地方是所谓的融合谷地 这个地方就是很有名的这个葡萄酒产区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柏酒来 嗯 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柏格尼这个地方 你非常有名的 它的就是伯根地的红酒 那么再往下 这个是南方 多尔多在这里 嗯 那亚尔萨斯这个地方 比较是白酒 所谓的拉费是哪里的呀 有一个 那是一个品牌 那是一个品牌 因为那个 嗯 就有一个梗 我不知道在大陆的剧里面 或者是哪里 总是就喜欢讲82年的拉费 然后我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直在讲82年的拉费 那一年是特别好的一个年份 还是什么的 嗯 这个我自己都不太清楚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拉费 它可能就像那位老师说 是一个品牌 对 拉费是一个牌子 它在柏尔多附近的酒厂 应该是一个酒庄的名字 是吗 对 它是一个马克 对 它是一个酒庄 它是一个 它是五大酒商之一 啊哈 OK 谢谢老师的补充 对 那个范围有很多的葡萄酒庄 那么就是非常的世界有名的啦 好 再来吃喝玩乐到这边呢 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是这个美食 就是它已经把这个 因为法国的这个餐饮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它会把那个不同的一些食材的味道 把它给煮合起来 那通常我们看到眼前端上一盘汤 可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甚至吃出来都在吃的时候 还要再去看说里面放了些什么 这个是它这个美食 非常特别的地方 好 再来法国有很有名的香水啊 那当然这个香水大家都知道 要到南边去找 有一个小城市叫做Grasse 它在离坎城不远的地方 大概12公里啊 那个地方呢 它就有很多的这个 做香水的工厂嘛 好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回到巴黎 要上飞机了 好 那巴黎呢 很多可以逛的 很多可以看的 我就不用再多多 多介绍 那我其实要说的是就是说 其实每个城市呢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们都有一条很重要的河 大家看得到 这条就是赛纳河 哦 那么这个 是啊 你要再继续按一下分享是吗 对对对对 应该是你刚才关掉了 OK 那这个选项可以吗 好 因为我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有的可以看到 有的看不到 好 看不到 只看到主持人 嗯 所以刚才那样的应该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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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1993年到了法国那个时候是去旅游 然后先学一些法文 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就只有两个月 然后1995年我又再回去法国 那个时候就真正好好的学法文 所以我在台湾我不是法文系的 OK 让我一下开这个答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在1993年呆的城市 叫做Diju 在这里 那时候待了两个月 然后到处玩 学法文 然后之后1995年呢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叫做 红色的 红色的点 它的名字叫安 在这个地方 那么两年之后我到了这个 东南方 一个叫做Toranova的城市 在这边呢 我待的时间比较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待的 这个 1995年 刚到 就是到法国的时候 带着城市 它在这里 它叫安吉 安吉很漂亮 如果有人喜欢去这个法国乡间旅游的话 通常都会到这里来走一走 这个是 很漂亮的城市 旁边就有山 然后有个漂亮的湖 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 都不一样 这个是 199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去法国 就带着单眼相机 到这拍 后来觉得拍不完 知道你自己拍的 只要有下面有标日期的 就是翻拍的 这个都是我拍的 对 不过那个年代呢 只有单眼相机 没有手机 所以单眼相机 在法国洗照片 非常的贵 所以后来不太敢拍了 好 这个也是我在1996年的时候 在那边旅游的时候拍的 1996年的5月 在暗期 暗期附近都是山 所以常常在山上那样子 逛一逛的时候 就遇到一群牛 然后我就拍了牛 好 在1996年的5月呢 在一个叫做 这个山上的一个小镇 他们每年在 这个时候都会办一些 这个中世纪节 叫做Fat 那么 那个小村庄的所有的居民呢 都会装扮成这个 中世纪的任务 然后让大家看看 那个时候的这个生活 这个街巷还有吗 有 有 有 各大城镇都有 各大城镇都有 对 就是中古世纪趴 你如果穿的 跟他们一样 入场可以打折 哈哈哈 听起来好好玩 中古世纪趴 各个城镇都有 法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都有 好 我就让大家看一下我那时候拍的一些照片 好 再来呢 我就 两年之后 我就到 一年之后我就到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 安息实在是太好玩了 都不太想要念书 所以不行 要逼着自己这个换一个城市 不过那时候我念的是法文 我说我本科系不是念法文 所以我是 我的法文都是在法国学的 好 这个是 对学法文的人来说呢 是非常他们很熟悉的一个城市 啊 他是他有很有名的这个话语教学 台湾有很多的法文老师都是在这 毕业的 那他 那就是我们去滑雪的意思吗 呃 他 因为我其实我都到处玩 哈哈哈 所以滑雪的地方吗 是的 因为他有三个山脉啊 这个北边有一个 西南边一个 东南边一个 东南边一个 东南边这个山脉呢 是跟意大利交界的地方 那这个 有三个这个山脉呢 景色都不一样 然后当然都是有滑雪 你只要看到有这个记号的 都是滑雪站 你看很多 所以事实上 其实大家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地方非常有名 大家都去滑雪 好 呃 这个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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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 学语言的部分 对 什么 你可以继续刚才说 那个 好像被我打断的前面是在说 那边是学法文很好的地方 这样 呃 就是 很多法文系毕业者 都会来这个地方 继续进修啊 就当法文老师 因为 Grenobla的这个 非常有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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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对外教学 对 第二对外教学 对 对 好 那么这个是Grenobla的这个城市 它很漂亮 然后这个是城市当中属于旧城区的 这个 鸟坎图 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红色的屋啊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个是这个城市里面带记的生活 对 好 1997年我 我到了 我那边还是一样到处玩啊 到处爬山到处玩 然后这个是1997年的朋友啊 就在一起 在初春雪还没有完全融的时候 去山上走一走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地上 地上的这些是花 背后的是雪 这样子 嗯 这很美 有没有人想起那个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少女吗 有 上上上上 对 对 那个景色真的很美 那么1997年我一样继续玩 这个Cornobla的南边呢 就是普罗旺斯啊 很好的普罗旺斯啊 就跟着大家去玩 那么 这个是1997年9月啊 在一个Cornobla附近的一个山上的小镇啊 他们每年都举办的这个 就是这个 飞翔翼嘛 这个活动 那么大家就会 打扮成各式各样啊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人物啊 他也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漫画里面的人物啊 就这样子 好 那么 总是要就是 当留学生嘛 总是想要吃一点家乡 后来我这1998年呢 在Cornobla跟一些朋友 从台湾来的朋友 大家一起包粽子 啊 我们也包粽子 在那里就是练的十八般五一都通过药会 要不然没有人包给你吃 那么 2001年 大家看到从1998就直接跳到2001年 因为1998呢 后来我就去结婚去生小孩去了 没有什么照片给大家看 比较是我自己个人的家庭 家人的照片哦 就不放上来 那么 后来这个有小孩就会觉得要替小孩 带一些这个 跟中韩文化有关的活动 好 那我们就来这个庆元宵啊 提灯笼 好 那么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台湾呢 我是学这个中国乐器 所以呢 正好1997年 不晓得从哪来就冒出了一个 一把南湖 好 那么就跟大家一起同乐 就随便拉了两个小曲儿 就这样很好玩的一个经验 好 那这是我女儿 这个是2003年 对 春节 那我就说了 我们在那边有一些混血 虽然数量不多 在那个时候 所以总是要给她们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经验 好 那因为我自己谈古正在2003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把古正给运造化回去了 不过 这个气候的关系 那可怜的古正 他们已经那个木板已经裂开了 我还曾经去找那个修钢琴的人问过 他说你这个没办法修 好 1997年的一个书法 这是大概都跟这个文化比较有关的一些活动 我们那里是小地方 好 我自己在Granobla开了一家茶店 啊 这个中国茶的茶店 啊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女儿在那里出生 我觉得她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些文化的东西 所以呢 开了一个茶店 就是有一个空间 可以去让她去感受一下 所以她在七岁以前呢 帮她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像是 不是老师们有没有听那个日本厂的 就是 陈老师他们是因为 就是儿子从台湾回到日本以后 不肯说中文了 他就想让他继续说中文 然后也不想逼他 所以就办那个 因为儿子喜欢棒球 所以办那个棒球交流 是 是 对 对 我们都得要这样子 费尽心思啊 找很多的机会 这样 总比要超报纸会好很 辛苦很多 但是我相信对孩子的那个影响 或是 对 文化上面的那个沉浸会差别 对 我想说就是直接用这样的方式 是 那么同时在那个地方山区呢 到处都有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些 这个 不算是有名的观光景点 可是呢 很有她的很有一个味道 你知道吗 这种中世纪的一些城堡 或者是碉堡 那我们常常就是带着女儿到处 看 然后我们也参加一些朋友的婚礼啊 这个是比较容易法国生活的 这个部分啊 是2003年了 好 那么在我住的地方 因为是靠山 嗯 所以有一些这个 这个农 跟农业比较紧密结合的一些产业 那这个 那这个 是他每年都会办的一个活动 我很喜欢他们对于这个农产品 对于自然 对于文化的一种 保存的一种一种态度跟观念啊 那这个 这个节庆呢 他就是庆祝 就是说这个 蘋果啦 蘋果 蘋果 对 对 蘋果季啊 蘋果结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们会把一些野生的品种啊 他们为了要保存不同的这个蘋果的这个品种啊 他甚至会邀请所有的人把你家里面的苹果树啊 苹果拿来他们会有专家来帮你鉴定啊 他的身份 可能他是一个贵族 这样子 很有趣那我很喜欢这种对于这个自己的一个 这个土地啊 这个 所有的一些土地上呢 生长的一些万物啊 他们有一些比较尊敬的 希望能够保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精神 好 这个是一个呃 呃 自尽的一个呃 所谓的呃 呃 有机的一个市场 传统市场 好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传统市场的状况 然后就卖了很多有机的东西 然后在上面啊 我右上角的先生很开心 这些东西呢 其实他就是为了要省去包装啊 这些是一些谷类的啊 一些民生地区这个使用品 就带着你自己的容器来啊 装这个你要的容量啊 你要的量这样子 嗯 那现在呢 我们来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啊 我的时间好像快到了啊 快一点 好 这个呢就是啊 我想就是法国人他怎么来看华人 在我 在法国的那个年代啊 就我就说1995 1996那个年代啊 一般人想到啊 中国人 法国人想到什么 我记得我刚到法国的时候呢 嗯 因为人家知道说从台湾来 他就说啊 泰国吗 我说不是台湾 台湾是什么 然后我就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 我们台湾复杂的身份啊 后来呢 他总结 哦 那就是中国人 好 那你就会做这个 就是越南春节 好 所以对对法国人来说 这郭老师应该也是感受很深了 他们讲到中国人呢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或者是右上角这个样子 那吃的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东西 嗯 然后呢 他们生活的样子就是 像左上角这个 他们都 他们都中你 啊 他们都会在这个小船上 在河上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这个 越南的一个 这个 大家的一个印象 好 那 那那个中国的女主 他们把越南的印象套在中国的这个 概念范围吗 是这个 大概是这样 是 差不多文化 对 是的 不过这个也可以来解释一下 其实因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 他们对于这么远的一个国家 中国 他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 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 那么从 越南到法国去生活的 所谓 其实他们有些人是 越南的华侨 那他们那时候开餐厅 开餐厅我想是很多 华人在外地谋生的一种 选择的一种方式 我自己也是了 其实 所以 其实这个东西是讲越南或中国 大概中国 大家的那种感觉会比较 比较 较向往 对 那么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 文化现象就是说 你看他们的 对于所谓的中国 就是这两种颜色 你讲一下 也会看到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它就是红色加黄色 那写的字呢一定是长的像 左边这个 这个是新年的赫卡上面的字 有一点很书法的感觉 对 或者是像右下角 这个样子 大概他只要讲到中国的东西呢 大概不外乎就是 他的想象大概就是这些 当然 还是有一些法国人对于这个中国文化很向往 还是真的到中国去 或者台湾来 那么这些这个是比较少众 好 大部分的法国人的印象就是这样 那么 好 那我们来说说看我们 对于法国的一个想法 我那个时候 刚到法国的1995-199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个这个餐饮学校叫 就是蓝带学院 那我到那个法国的时候 我就跟人家说啊 他那个蓝带学院在哪里 有法文问 法文一头雾水 什么东西啊 扣通不就是吃的吗 在法文的扣通不就是吃的吗 在法文的扣通不就是这个 大家在这个 左上角看到的这个东西 这个叫扣通不 它是这个猪肉 或鸡肉里面包起司 对 对 那么所以我放了这个图 很多人都知道蓝带学院 在台湾 很有名 对吧 可是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呢 大家对蓝带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种差异很有趣 那么再说到说我们这个在台湾 这个很好卖的这个法式 只要加上法式两个字 好像都很好卖 事实上这是法式土司 它的真面目长这样 可是到了台湾以后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再举两个小小的例子 让大家稍微感觉一下 这种文化 等一下 像这种包起司的猪排鸡排什么的 在法国是没有的意思吗 在法国是有的 只是它的这个名字就叫 但是这个名字呢 是一个参与学院的一个名字 那这个参与学院 它是基本上它在法国 它就在巴黎 我印象当中好像巴黎有 它比较是在海外 它推海外 对 所以在海外非常的有名 对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么很多这个中 中法之间的文化的差异性 我也是因为在法国生活了 这个几年下来才慢慢慢慢 有所体会了 比如说耶诞节 在台湾都是年轻人的节日 那至少在我那个时候 我耶诞节都是跟这个同学好友出去 这样跳舞这样子 就是在法国的 它是要是一个 类似一下中国新年的概念 全家要聚在一起 那是比较平和的 祥和的一种明镜的感觉 这个也很不一样 嗯好 因为这个其实也很明显 就是圣诞节在欧洲 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嘛 这属于宗教 属于家庭的 然后圣诞节来到东方 它是一个商业化的 新的 所以老人家自然不会 就是它不是属于 传统的节日 它是属于一个商业化的节日 所以 可能是接受这种新的 这种商业性的行为的 都是一些年轻人 所以就会不一样 确实 是 那么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 在台湾呢 耶诞节是跟这个可口可乐 一起进来的 所以台湾的 跟这个可口可乐 啊 就是 这个耶诞老人的形象 其实是可口可乐公司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做广告的时候 就是打出来的一个这样的形象 但是在法国 其实 就是对传统的法国人来说 就是 耶诞老人不是胖胖的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老人 而且他也不叫 那个 妙诺老人他比较是 他的比较是 三尼库拉 这个也是比较属于 这个靠近德国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 嗯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么法国的大概境况呢 因为我已经不住在法国了 我从2007年就回来台湾 不过大致上 我在那里感受到的是 就是法国人那种 比较对文化的尊重 那么 他们认为文化是无价的 所以呢法国对文化的那种推崇 是非常 就是 基本上 大致上啊 跟法国人聊天嘛 讲到文化这一块 他们是对 就是充满了这种 充电的眼光啊 那么 嗯 当然法国社会 对于就是 外来的这个 这个移民吧 或者是说 就是在法国的一些外国人 在我 到法国那个年代呢 感觉是他们 不是那么排斥 那么后来我想应该有一些社会问题 失业的问题啊 然后还有一些 啊 近十年来一些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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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件啊 就是一些 有人去 放炸弹啊 好 这样子的一些攻击 恐怖攻击事件 让大家 法国人可能 开始有一些 比较 对于这个 某一些人哦 他们有一些 比较排斥的 这样的态度 这样子是这样的 嗯 那么 大致就是这样 我觉得法国人 他们对自己的文化 非常的 非常的 骄傲自豪 那他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跟别人一样 他们对于这个 美式的文化 他们比较 不能说 嗯 到了 排斥对立 但是 不是那么样的 觉得 世界上 不是只有美国最大 这样子 嗯 所以在这个 文化的传承 跟文化的推广啊 都是 非常的 他们自己一套的 想法跟做法 啊 我那时候在法国常常 刚刚开始学法文 遇到的状况 就是他们用的一些字眼 跟在英语世界用的 国际 这个 国际 社会上用的是不一样 好比说 我们讲 艾滋病 AIDS 可是在法国我们讲 CIDA 不是CIDA 不是那个苹果CIDA CIDA 但是他们就是CIDA 那么或者是说 像那个 LONI 就是 呃我们讲的联合国 那英文是UN 这个简写 哦 或者是我们说 呃在英文我们说 UFO指的是这个 U U UFO 对 那么法文那是 OVNI 就是他的简写 就是我们就说 OVNI 这是我那时候是 想半天也想破 想破头也想不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生物学上 我们讲DNA 他们讲ADN 所以呢 马上字母的顺序一掉呢 就非常的不一样 啊 他还是愿意就是说 维持他们自己的一个传统啊 所以这个是这个 这个 所以法文的外来词多吗 有啊 有一些啊 好 你像那个 对 所以等一下换Angela老师说 因为刚才你有鸟的声音 所以我先先关掉你的声音 好 那 好 你家的鸟 很好啊 很好啊 感觉就是 对 比较轻松 对对对 好 那么我要再继续往下面一个 主题 去看 那我现在想要说一说就是 法 在法国学华语 就是先从他的教育体词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章 嗯 嗯 其实基本上呢 法国学外语 他的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说北边呢 学英文 啊 这个东边学德文 哈哈哈哈 然后东南边学意大利文 然后呢 西南边学西班牙文 那么西边大概靠海 我就不知道他们学什么 就是他的选择 语言外语 因为外语的选项 大概是以他在的地区 来做选择 嗯 好 嗯 这个是这个 从我们学校这个 他的 学制年龄啊 稍微做一个比较图啊 那么 这个地方是法国啊 这个整个的 地医教育吧 一直到18岁 他的名称 那么相对于台湾啊 托儿所幼稚园一直到这里 请大家注意看一个地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啊 好我们从这里开始看 大家看得到我的邮标啊 我们这边讲 CC CC 呃 在这个 英美呢 他们就是 是year 1 或者是说 呃 grade 1 英国是year 2 这边 好 那么我们会看到 英美系统 它的数字是越来越大 大家看到了哈 123456789到13 那么你从法国系统 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 在小学 绿色这一块 是小学 但是呢 从中学 你会看到 是654321 哦 Mina了 最后一年 那我觉得这个 念书起来 念得很爽啊 因为从第六年 他知道他到最后一年 他就毕业了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 如果一直往下念 也不知道念到year 好美 哈哈哈 我觉得蛮有趣的 给孩子一种 目标哦 你就 第五四三二一 你快到了 你快到了 这样子 这是一年剩六年的概念 是吗 对 对 剩五年 剩三年 就第三 二一 你快要解脱 而且数字越高 其实我们在心理上的感觉 就觉得第一名嘛 就是觉得说 越来越好 对 建筑家庭 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个 这设计蛮妙的 哈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么第二张 这个PPT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LV 不是路易维登 不是路易维登 哦 这个LV指的是 那个 那指的就是他们 第一外语 跟第二外语 其实他比较是像是 可以去应用 或去说的意思 他希望他们学的这个外语 是可以沟通的 他是在这个年纪 十二十三岁的时候开始上 除非有些孩子 他是选择国际学校 或者是说现在 这个法国教育部 他们已经把英文的教育 一直往前拉拉拉到这个小学 甚至幼稚园的这个地方 好 那么 嗯 在法国学中文的话呢 目前我自己知道的 我的讯息是 在法国南部有一个成都国际学校 他成立的也没有很久 2013年成立的 因为 成都跟这个城市呢 和烟呢 他们是姐妹市 所以他们互设了一个学校 在这个学校的小学的学生 可以选修中文 不是必须 是选修 那他们中文老师也是一个法国人 好 这个是他的这个 学校学的情况 好 那这个学校的老师也很有趣 他们就做了一个网站叫 一起学中文吧 好 好 这个 这个网站呢 是这个 也是法国教育部有认证的 好 盖章认证 好 那大家可以用网路的方式来学中文 那刚刚前面这一张指的是说 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中文 如果是在小学的话 那中学的话呢 你要学中文 那你要看学校有没有开中文课 学校如果没开中文的课的话 你也学不到这种课 这个华语课 好 这个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网路来学中文 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演句 这个 这个 那么 在中学的学生 他如果想要学中文 但是学校铺开的话怎么办 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选这个演句教学 他们有一套这个教材 中文教材 那所以你在考试 考BAC的时候 你可以选中文当作 就是高中会考 你可以选中文当作第二套 那么 高等教育学华语的话呢 要去哪里 在法国有一个地方 在巴黎 这个学校很有名 所以在里面学中文 他是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所以呢 他不是只教中文 他也教阿拉伯文 很多语言都在这里去学的 好 那么 现在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呢 在法国里面也很 有设很多的点 十七的地方可以学 也不错 可以接触中文的地方 好 这个是 就是在法国要学中文的话 关于不同的年纪 可以选择 很有趣 很有趣 刚好先这边让 Angelo老师先讲一下 剩下的我们等 看等一下有没有时间 回来 还是你现在后面不多 后面还 后面只有两三张 好好好 那 好我就先把它 我要先讲完吗还是 好好好可以 因为我不知道后面的 都可以 都可以 好好好 那我们先 就不多的话 好 这边两三张呢 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想要把这个 华语这个外语教学呢 跟这个法国的这个 法文外语教学做一个比较 这个是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 因为其实法国 他很早就开始推 法文对外教 是这样吗 第二外语吗 法文的这个对外的一个 教学的一个 这个系统 这是在1883年 他就在巴黎成立了这个 这个 法国文化协会 现在1883年 他就开始做了 好 所以呢 他现在在全球 他分周 他有 比如说 我们来看亚洲这边好了 31个国家 他有121个 阿里亚索 阿里亚索 所以 在台湾就有两个 一个在台北 一个在高雄 可以学法文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他们从1883年 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让大家也大概 有一个概念 他们在这个教育上 这个数字弄起来 那孔子学院也不算什么呀 哈哈 是吗 是啊 813个我 对 对 好 这个就是小小的一个比较 就是对 大概就是可以类似像 跟孔子学院做一个 这个 平行的一个比较 一个方式 好 因为最后 哪个国家 老师也讲 是哪一国的 对 他们也是做的很多呀 是德国吗 忘了 嗯 就是 对 我们台湾真的要努力 是啊 是啊 对 我们的那个 现在我不知道 那个台湾书院 大概约末是没了吧 哈哈 台湾书院 所以我还不想 因为最后 比最后一个部分呢 其实比较是我自己的一个 华语教学的部分 所以我想就是先暂时打住 好吗 好 然后 然后 再 先 那个Angela老师 你先unmute 我的 好了 开了 我刚刚我的麦克风是关的 所以 对对对对 我也 没有 Diffusion 的Econ Loncer de Defusion 好 然后现在我要帮你 你帮我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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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没有办法分享 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打叉叉 好的 你等一下 我下载了你的东西了 然后 因为 哇 还好都被蒋老师讲了 还好我 我准备的方向完全不同 哈哈哈哈 我们互补 互补啊 这太好了 对 实在太好了 我在前面那个 法国的那个 把大家 那个印象给集中一下 我觉得这还挺 挺重要的 就是说 到底 平常是很临散的 我们去 嗯 就是对 法国的概念 是很临散的呀 哎呦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成功了 哎这是我的 这是你帮我弄的 那是我啦 啊 我以为是我自己成功分享的 太好笑了 哈哈 这是我按着你的 你不是给我了吗 你看我多天兵 好 你帮我放大好了 只有按全全全开 全开 全开这样子 这样子好了 太好笑了 好我是 我是Angela 我是呃 一般我的学生 会叫我郭老师 他们不会叫我Angela 因为我们不会让 我们跟美国或是台湾一般的学生的方式 我们不会让学生叫我们的名字 我们会让他称我们的姓 对 这是第一点 这是比较 美国也称姓的 美国也称姓的 对 就是不叫一般 但是一般我发现美系的老师 或是教英语的 他们会很习惯让他们的学生叫他们的名字 那是台湾的耳美吧 呃 这里有 呃 有部分 小数 而且特别是小 小一点的还是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这边是不太可能 完全不可能 好 那我不要讲太多跟 什么地图有关的 我就大概先 简单讲一下 对对对 那我跟蒋老师有一个跟同点就是 我们都不是法文系的 对 我们都不是法文系毕业的 然后呢 我本 我是本来是来 来法国 来念那种工业商业管理研究所 那我刚好是念欧亚祖 那在那个年代 中文才刚刚被法国认证 我是指在教育里念 因为以前刚开始亚洲语言只有日文 中文是不被承认的 一直到大概2000年初中文才会 才被教育部承认当作是 它是一个亚洲语系的语言 他当然也是有研究 可是他就是不是这么的广泛 不是那么广泛 所以我刚好是 我投入华语界 刚好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 比较好的一个契机 我刚开始 我念完书以后 就像我刚开始 日界的情况就是 并不是马上投入 投入华语界 那可能他只是我的一部分兼职 那后来是越做越大 我比较幸运的是就是说 我第一份教职 其实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 它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 然后我在教书 可以看到第二月 刚好是一份报纸 一个老简报 很久的简报 对 然后我教书大概三四个月 然后我就上了地方的半版 这是半版报纸 这是四分之一版 就上了四分之一版 对 这是应该是说 我投身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 所以那个时候中文教学还很少 所以基本上你要用中文去维持 一个完整分数的薪水 其实是不可能的 根本是不太可能 所以那些什么华语这什么 我当初我就觉得 那根本就是一个骗人的东西 那根本就是一个骗人的东西 对 然后这是我第一份 那主要 比较 我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原因 其实还是主要是因为我是在法国 的研究所 或者是在法国的大学毕业的 这样子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所以主要还是跟你有关系 跟你是不是华语背景出生的 或是你是不是法语系背语出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刚开始 然后法文的教育体系里面呢 如果你要进公立学校 一般它是需要考Gabes 它就是中等教师证 那考中等教师证 第一对外国人来讲就是不可能 因为它需要法国籍 它这几十年有开放叫做另外一种Gabes 好像Gabes Plus 它是专门开放给外国人 外国人来考的 那它也不能够直接进入公家体系系统 它是属于半私立的 比如说商业学校职业学校 因为他们的科系有所需求 所以他们开放部分科目给这样子的职位 给老师进来 可是在这几年 刚刚像蒋老师有讲到 比如说他是写一个 就是外语一外语二 那事实上从教改以后 现在也不叫做外语 它现在叫做外语 A 外语 B 外语 它就又教改 法国大概是每七年呢 会教改一次 大概每七年会教改一次 对差不多 大概每七年会 会改革一次 那就像是蒋老师讲的 确实现在的英语 已经是拉到小学一年级了 像我的女儿 像我女儿现在是小二 那小二的话 他事实上小一 就已经开始上英文了 然后像 欸不对 小一开始上去 今年小二 对 明年小三 小三学校就要选修第二外语 那我们这一区的话 以我这一区的话 他当然有推广 譬如说 可是还是要看正 他就会看你的居住所在地 他会 他就是推广意大利文 葡萄阿语 阿拉伯文 好像土耳其语四个 让你选一个 那因为我附加这边是 意大利法国的混学移民 所以我们当然是选意大利文 就是这样子 那学语言这东西 确实是看你的区域的 那一般法国学校学生来讲 他们英语一定是低外语 这个毋庸置语 没有什么英语 那其他就像蒋老师讲的 是看各不近邻近的国家 那有一些特殊的父母选择 会比较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外语三 那以中文在法国的发展情形 都是与第三外语为主 会比较多 那你要改道到外语二 或是外语一 那大城市 什么巴黎啊 里昂啊 波尔多啊 这种城市的学生 比较有可能把中文 当作是第二外语来学习 那其他情况其实很少 但是他在升学的管道上面是非常畅通的 像我的学生里面 虽然都是外语三 可是因为就是学习的成绩 或是我会叫他们去考HSK 就是汉语检定考试 他们就是用那个 一样还是去申请 他们还是可以进东方语言学校 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个其实只是一个语言的学习实数 那因为教改的关系 事实上从这两年开始 如果有同行想要考那种中文的教 中等教师证 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他的职位越来越少 说边的问题 因为主要是跟教改有关系 那我要先讲一讲我的经历 其实我刚开始跟一般开始教书的老师是一样的 就是半职缺 可能这边一两个小时 那边一两个小时 那边三个小时 那我第一份全职缺 对对可以换了 可以换了 对可以换了 谢谢 我第一份全职缺其实是F-Learn 就是这个R-E-F-E 用英文发的话就是这样 他是F-Learn 他全球大概有522间学校 那台湾的欧洲学校台北 台北 台湾的欧洲学校的法国分部 就是讲老师在的那一间 事实上他是一个跟F-Learn的合作方式的学校 因为在像在卢神堡 事实上欧洲学校是法国学校的订争对手 对 就是真的两间学校不一样 是真正两间学校不一样 然后我是属于R-E-F-E的系统老师 就是系统老师 那这个网站 他在每年的大概几月 如果你是公务人员的话 大概一二月就可以看到九月的缺 那你如果不是公务人员 你是要找当地缺的时候 大概每年的三四月份 一直到五六月都可以看得到 那可以直接上这个网站去搜寻 然后他就条件就是看各个学校不一样 然后他的学校条件有两种可能 就是说可能是法国教育部的缺 可能是海外缺 可能是当地学校因为经济自主的缺 所以不太一样看合约 看合约 那我第一间学校呢 是在非洲的甘果 如果他们录用我的原因也比较有趣 是主要是因为我早期有帮国合会 我在查德跟布吉纳法所都工作过 然后当我的夫家 我先生也是老师 然后我先生跟我就决定用一个双人缺 那他是教物理化学 我是教中文 然后我们就去去非洲甘果 黑角 靠海边的城市 对那边有石油 那主要的 主要可以去那边的原因是 就是产石油嘛 那很贫穷的国家啦 没有人要去的 我去过的非洲国家都是不好的 只有不好的才会轮得到我 都是很贫穷的国家 然后我在2014年 然后我才回来这边 然后刚刚好就是 我住的地方 刚好有一个卢生堡法国学校 那那个是我以前可能在这里 我永远不会想到的缺 因为我不觉得会有 因为那离法国太近了 大概就是 就是新北市到台北市的距离 大概二三十公里就到了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不会想到 然后他们刚好有 就我就直接从一个学校 调到另外一间分校 然后就这样子 现在已经 我已经在这间学校 已经六五年多了 然后大概我教华语的话 如果正确讲 从2007年到现在 大概十几年啦 十二三年 十二三年 那我一直都是教法国的孩子 对我教法国的孩子 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混血 那我可能也会遇到少数的台发家庭的啦 或是中发家庭 但是会来修我课的学生 他们的问题大部分 如果是家里有讲的话 他们有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我会教到那种 会讲可是一个字都不认字的孩子 这种还蛮常见的 就是说是混血的部分 那绝大多数的话 大概都是法国孩子 法国孩子 然后我是都是教中学到高中 意思是说 我没有像刚刚蒋老师放的头影片 他是说从三片就是 初中 应该中文在讲的话 是国二 国二 因为有点不一样 法国的小学是五年 中学是四年 高中是三年 然后跟我念中文的话 大概是中学的 中学的第三年 可以开始学三外 正式学三外 那他就可以一路一直学到高中 然后 对 一路学到高中 那大部分其实 在法国的学校里面 如果一个学校里面 有一个中文老师 然后呢他还养得起 还可以让他附他全心 然后让他譬如说 一周十八个小 因为十八个小时就是满 满时数的话 其实表示那个学校 嗯什么 十八小时是中学 还是每个年 中学加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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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中就是 那小学老师的满时数是多少 小学要做比较久 小学老师要二十八个小时 二十八还是二十七我忘记了 对 小学老师要二十七二十八 所以 所以如果小学老师的 中文老师的话 他间的时数 他应该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学校 可能只会存在在巴黎 或是里 我知道巴黎有这样的学校 因为我曾经有遇过同行 就是那一间学校 他们有六个中文老师 那就可见真的很厉害的学校 哈哈 对 有六个中文老师 那但他们从小学部 一直到高中 所以说 小学一直到高中 那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有幼稚园一直到高中 对 这个法国 French High School French High School 大概就是从 大部分地方都是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 大概是这种情况 然后 其实这个这一张是真的是 我真的是主要是要提供给 这个社团 然后还在找 有对花语教学有兴趣有热忱 然后他们想要当华语老师的 前几天有的老师 看一下 前几天有的老师 因为事实上 对 是 卡住了吗 没有 没有啊 你继续 你继续 对 OK OK 但是还可以跟他谈 比如说 教师宿舍啊 比如说你的小孩要念书的部分 之后是可以谈的 对 他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事实上就是应该是想说 这间学校它是要付费的 因为法国学校是不用钱的 然后呢 你既然要付费 他就 学生人数就会有上限 那他的 他就可以 比较好的资源 他的资源会比较好 但是他用的课纲 跟法国的公立学校完全一样 就完全同样一套课纲 但是呢 他的学生人数缩 那 嗯 我觉得教育 教育的品质自然就可以拉开了 教育品质就可以拉开 所以 这个对于就是说 想要成为法语 就是在法国 或者是在法语系国家 想要在法语系国家 教中文的老师 是可以考虑看看 可是其实绝大的问题 我看同业会想要在法国教 中文的 很多都是可能 因为 嗯 在这里结婚啊 或者是说什么 教了男朋友 或者想要在这里生存 因为事实上很多行业 教中文绝对不是一个 最好的选择 哈哈哈 他只是 他真的只是说 不是说我不鼓励大家 其实他就是真的只是说 呃 价比较多 然后真的是 带小孩很方便 然后就是 方便照顾小孩啦 因为其实因为我是念念商的 念商的依我以前的 依我以前的这样子 确实的话 要 要得到一样的薪资 但是其实 并不是很难 然后中文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选项 但是主要是可能 我就觉得说 可能 可能是我们没有想要赚那么多钱 我们需要的是假期 哈哈哈 对 像看到了 蓝天白云的价值 好的 可以看下一张投影片 这样子 好 我觉得那一张 你应该跟那个 苏菲老师 可以好好聊聊 你们的副业啊 然后 因为他也是 从 刚的转到 念那个 对 然后呢 这间是我 第一间全职老师 我第一 你想想想看哦 事实上我从2007年 我就开始兼职 当中文老师 然后我平常要跑上展 我到2010年 我才有一份正职缺 那这正职缺 还不在法国之内 他事实上是在非洲 他事实上非洲 那他就在这个地方 这是学校外面 学校外面就是海滩 学校外面 这是我画的 这是我画的 学校外面就是海滩 然后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学生 学生就是穿着短裤啊 那种T恤 然后就来上课 然后穿着假脚托 就是那种气氛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 他们都是 大部分都是工程师的孩子 所以他们会知道 我要他就是 所以对法国的老师 都要这样多台多艺呢 还要会弹鼓针 拉二胡 然后能 能画学校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门槛有 门槛有点高呀 真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是说 应该是以我这种人来讲 就是说我们平常 放假的时候没事干 因为你知道吗 那种非洲那种地方 你也没有别的活动可以干的 然后你就是坐在地上画画 不然你还能干嘛 哈哈 那说实在画画呢 你也画不过那一些当地艺术家啦 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 非洲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吧 因为非洲厂老师 各位如果不够时间讲 我们可以安排第二场 因为那非洲厂老师 我没有 就是他的教 就是他关于教学那一块 跟文化那一块是分两块讲的 那他有 对我那时候好像非洲要拿到颜料 都不是最容易的事情 是啊 对他们来讲一点 而且他可能会用当地的泥土啊 树叶 然后他就去做那些颜料 其实他们真的蛮厉害的 对那 因为我其实我呆过 真的住过 然后生活过的非洲国家 一共真正真正有住过的 就是查德恩加美娜跟刚果的黑角 那这两个大概 一边是两年 一边是三四年 然后有布吉纳法所大概是几个月 其实我在我的 我 其实也是因为说我呆过非洲 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可以比较 呃 我们用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无后顾之忧 就可以继续这样懒散下去 就当老师就好了 这样子 就是不用太努力了啦 人生就是这样子 人生就是这样 好 大概就这样 这样 这个就是非洲的氛围 虽然说他们是 工程师的老师和他们的小孩 会知道要努力 嗯 他们会知道要努力 这就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是呃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非洲的孩子哦 你如果老师前一天 没有改完作业 然后可能有某个老师 就会回答他说 哦因为他可能要做家事 要干什么 然后你的学生可能会回 老师你们家没有帮佣吗 怎么可能呢 你们家既然没有帮佣 你竟然要自己烫衣服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他们来讲就是很不可思议 你们家怎么可以没有人来帮忙打扫 这个就是法国的小孩 在非洲过日子的生活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有人照顾 然后有保姆 有管家有人煮饭 有什么都有 因为人很便宜 所以家家户户都有 如果你告诉你的学生说 因为你要做家事 所以你没有帮他改作业 他就会用一个充满人生疑惑的态度告诉你 然后那边的小孩还有一个很特别 譬如说你告诉他说你要去考驾照 他可能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要考那种东西 不是用买的就可以了 所以人价值观非常不正确 应该是说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对那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那我也在另外一个世界待了很久就对了 所以就是在非洲的法国 法国人 在非洲的法国 对 在非洲的法国 那其实以非洲钢果 就是黑角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是因为有法国石油在那里开采 就是特大了 就是法国石油的那个牌子 还有很多 比如说意大利商的 一些开采的都会在那里 那像我之前去的那个 因为国会会去的查德 虽然后来台湾跟查德断交了 那其实中油在那里还是有他们的探勘地 还是有那边有产出 对去非洲大部分都是为了石油为主 大概都是石油为主 那我刚去的时候 我每次坐飞机 其实会遇到人 大概他们会问我说你是空子徐元 对最大的问题大概是哪里 他很喜欢问我是不是空子徐元 我说不是我是法国学校的老师 就这样子 这是常常会遇到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 以中国在非洲的发展 事实上已经列入了 法国的国高中课程里面的讲题 甚至于在中文的 中文的课纲里面也会有提到 会希望老师去帮他们提点这部分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就是说中国在非洲这个议题 它是可以当作一个主题来发展 对 好我们讲 我们来讲卢生堡好了 对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部分应该没有吧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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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出来都要被训练能歌善 然后 对 发展 威妮学姐在读白乐桑教授介绍法国汉语的发展 所以她觉得 呃 学校 学校 发展汉语学校是还蛮重的 对 汉语发展的重点 来 这边呢 这边是我 我的 我的 第二个学校 就是我用全职缺来讲的话 像刚刚那个上报的那个都不是全职缺 那这是我 就是 就是非洲一晚 然后我就接着就继续就待着 那个 那个 卢生堡 那卢生堡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它什么都没有就是钱最多 没有 哈哈哈哈 这个玩笑 哈哈 我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小的国家有这么有钱 因为它银行很多 那 呃 基本上我可以留在那里 事实上是因为中国的五大银行全部进去了 中国 国际商品 中国建设 中国什么 工商 呃 ICB工商啊 那些全部都进去了 五大银行全部通通都有 全部都有 那是该有的银行至上都 里面都找得到 所以 呃 以我目前的情况我不太 呃 应该是不会因为虽然法国教改而影响到我的 的致癌啊 应该是我就在那里 嗯 混到退休好了 哈哈哈哈 我们不才 我们都要讲实话 哈哈 然后呃 呃 这边那边的学生结构比较特殊 因为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大妈都是从事金融业 所以他们会觉得 嗯 钱 很容易 就是很容易得到 然后呢 老师 其实是服务业 嗯 老师是其实是服务业 老师是其实是服务业 我刚调这个学校的时候 那个 校长找我去谈哦 他就说 我可以接受这个观念吗 我就说 我可以 没有问题 那其实上他 为什么会他们的 真的直接这样子说 对 就是 我们是服务业 哈哈 我们真的是服务业 你如果 如果有机会听我讲什么叫做 我们禁闭期到现在什么叫服务业 我都可以讲给你 哈哈 哈哈 就是禁闭期的网路课程 我从3月16号 一直上到上个星期五 嗯 我真的是服务业 很可怕的服务业 哈哈 然后就 就是 应该来讲的话 他们 因为 因为 钱得到很容易 所以 小朋友并不能 你不能说他不认真 他应该是说 他会找一些方法 让他的生活过得很容易 就是 他 会寻求简单的方法 达到他要的结果 应该是这样子讲 然后 那个非洲的学生 因为爸妈妈都是工程师 他们会很清楚 必须要努力 才可以有 怎么样的结果的人生 可是一般的儒生堡的孩子 不会这样子 不会这样子 因为钱太容易 就是钱滚钱嘛 就是钱 对 就是 呃 气氛会比较 不一样 因为我虽然都是一直教法国孩子 可是事实上 我就像是 刚开始那个 黑美老师约我的时候 我说应该要再找一个 在法国公立学校 或是法国天主教学校的老师来聊 因为他 他会看到的学生 真的会跟我 或是蒋老师接触到的学生 那是另外一个课群 另外一个族群 另外一个族群 是完全不同的 嗯 然后 对 真的是 我们在这边号召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现在 我们刚才有几位老师说 也在法国的 有没有在公立学校的 可以私讯我真的 就是 对 因为事实上 他会看到 嗯 对对 因为他会看到的课群 是完全不同的 像我的班级 我们学校会为了 要控制语言的教学品质 他一定会控制在23人数以下 他会为了要 那譬如说 法国因为教改 他把所有的时数都调低了 可能譬如说 外语 外语二或外语三 可能变成减 呃 一周一小时 或是两小时 这种情况 可是因为我是法国 学校 而且我们在卢森堡 卢森堡他是一个 多语系的国家 所以 本身学校 还有卢森堡政府的支持 他就非常重视语言的 多样发展性 所以我不管他是 外语一二三 他一定都是有一周 三小时的课 所以对于一个 对做语言教学的老师 他的生计 不太可能会受到影响 其实 其实应该 严格来讲 我应该要认真一点 去学个什么卢森堡语 赶快把他们的那个 卢森堡国家的 在教学学院拿下来 转到他们学校 可能会更发一点 可是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 人就是懒 那这件事情 就是讲给 讲给线上的老师听 然后 因为不然那些位置 大概都被中国人卡光了 很快 很快很快 大概就会被中国 中国老师卡光 hello hello 是不是卡到了 现在讲到卡 就卡住了吗 所以现在呢 就是顺便 在 在那个 有没有老师 刚才有几位老师 留言说 是在 法国的 所以如果您是 刚好在 公立学校 对刚才你卡住了一下 哦 哦好 我卡住了 可以换下一张 没有关系 ok 对我 我完全理解你说的 因为我自己一直就在 国际学校 然后 所以那种 就是 蛤你你 就老师要打扫教室 这种事情就是 或者是那个 学生要打扫这种事情 就曾经在板上有老师 要讨论过 就是要打扫教室 对啊 然后 所以我问真的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然后 学生家长背景 你要怎么样跟他沟通的 所以 我们 对 如果有老师 公立学校老师 愿意跟我们分享 在法国的教学的状况 也是非常欢迎 对 然后 对 好 那我 我继续好了 这个呢 这是我家 这是我现在住的地方 所以呢 其实 正确的身份 其实我已经移民了 我大概 我就是住在这里 我大概就是住在这里 到我死掉 大概长座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家 这是我家 我 其实我回卢生堡的原因呢 是因为其实我先生过世了 所以我是单亲家庭 我是单亲家庭 那 我比较幸运的是 卢生堡这间学校呢 让我一个人 可以养活我的孩子 还可以养得不错 这样子 但是如果 如果设想 如果今天我是在法国教的话 我可能会饿死 因为真的差很多 因为真的差很多 对 这是一个很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 我今天会留下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卢生堡上班 如果我今天是在法国的公立学校 当华语老师 那我可能很可怜 我只能这样子讲 而且还不见得 不见得只要跑一间学校 我一般认识的 法国公立学校的教师 他们可能已经很好的 两间 两间学校 两间学校 因为你要想想看 中文其实 其实对法国孩子来讲 是一个很遥远的语言 所以他们普遍 如果是那个学校有开到语言二 一定是少数了 一般都是在语言三 但是一个学校可以有多少工作时数 其实都算得出来 所以就算是 就算是有法国公立学校中等教师证的老师 他可以在一个学校工作 每天只要去一个地方 这样子的老师都算少 都算少 所以 因为 所以事实上 这个华语教学在法国的开销 并 就是说在发展啊 并没有说像在网路上 或是在美国上面那样的发展 那么蓬勃 其实那个都是一个假象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 就跑去念什么华语教学研究手 哈哈哈 我真的是 对啊 其实因为 我觉得 教学的方式 生存的方式 有很多种啦 这个真的不是 呃 不是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啦 除非说跟我一样说有家庭有孩子 然后我可能需要多一点家庭 可是如果是多一点 你要多一点时间陪家庭 那你的薪水是那样的话 真的是很可言 那讲一讲我第一次 为什么我会去非洲好了 那是很 其实很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刚毕业 然后他把我从 叫我从 把我从 一个非洲 骗过来 我在查德 然后把我从 也没有骗过来 骗过来以后 天啊 你要找工作 虽然我是 我有法国学历 要找个工作 多困难啊 而且那个年代 因为我如果在我们这一区生活 一定要会讲德文 我如果不会讲德文在 第二 你只会讲英文跟中文 你根本 或是法文 这三个完全是不够的 你没有办法在业界生存下去 完全是不够的 所以你一定要会讲德文 你才可以找到比较国际化的 国际化的工作 所以呃 当初 以我那个时候来讲 我会 中文只是一个选项 我那时候兼职兼好多 我第一兼 就是看还在上报的那一个 我当过翻译宣誓人 口译翻译 然后什么商产的业务啊 帮中国厂商业务 什么都做 什么都做 然后才能够有一份 稍微可以温饱的薪水 那那其实主要原因 那刚刚我已经讲了 我的先 我过世的先生 他其实也是老师啊 很简单的讲 就是一份老师的 公立学校老师的薪水 养不起家 就是这么讲 就是这么残酷 所以我一定要奉劝 要当来法国 当中文老师的 的同仁 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 好我们可以换下一张 这个好重要 这个好重要 我们可以换下一张 对 对 他在边界的地方 他在边界的地方 所以我其实去上班 就是坐个火车 就是两站的距离 开车也行啦 开车大概27分钟 就是真的 然后卢森堡有多大呢 卢森堡其实就是一个台中 听起来比浦东到浦西还要近 没错 事实上比浦东到浦西还要近 我故意上一张 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跟蒋老师搭得非常好 因为他都一直在讲法国 就讲这一块就好了 我就讲这一块就好了 多好啊 比利时跟台湾差不多大 比利时跟台湾差不多 面积跟台湾差不多大 然后那个卢森堡呢 就大概一个台中大小 台中市台中县 这样子并起来的大小 这样子大概这样大家 因为蒋老师稍微讲了一下整个体系嘛 然后整个他们在法国在全世界 有多少个语言点啊 然后 对 你的体系是怎么弄的 然后你就讲现实面是这样子的 对 我觉得挺好的 我真的挺好的 我们很有 我们不认识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挺好的 然后呢 以譬如说来欧洲旅游的话 刚刚老师都是在讲说 什么样在法国旅游 就是以我们 就是一般来欧洲第一次来旅行的人 其实我蛮建议从巴黎 或是法兰克福下飞机 然后你看这样子 特别是那种很爱那种 就是说 呃 一旅多国的那种人 因为以我们家来讲齁 你说开车都不要停 这一天你就四个国家了 哈哈哈哈 对啊 非常适合那种喜欢 比如说炫耀自己去了多少国家的那种类型的人 哈哈哈哈 一天大行 非常适合 对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那一种那一种类型的人 那是都不要停啊 就这样绕一圈 而且它这附近的景点还蛮多的啊 就除了我们 其实我们家最近的城市是妹子 刚刚蒋老师的图上面其实有 妹子跟Starsboot就是东北省的两大城市 其实它都有 然后德国的话 这边有特里尔 特里尔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介绍的城市 它是马克思的故乡 所以呢 所以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很多中文指标 在地上 因为它主要是马克思的故乡 所以它会有很多中国人去观光 它甚至于中文的导览 就是自助导览都做得很好 它都做得很好 所以完全都没有问题 那你说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在 在 在 这里 可是我怎么点啊 我没有办法点 你的 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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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对啊 在地图上面 有写418 你看到418吗 有数字 有数字 往上 对 对 在这里 对 418 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中文导览做得相当的好 真的 那主要就是 因为它是马克思的故乡 那 卢森堡 卢森堡是一个国家 也是一个城市 嗯 它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 它在 这一次 呃 疫情 就是那个 COVID-19 就是 那我们中文叫什么 新冠状病毒 的这个疫情上面表现得非常的好 那譬如说所有的 所有的居民工作的人 他是马上就是一人 发放一盒口罩 这样子 对 他连所有的边境的人工作者 全部通通都发 那以我是住法国 在卢森堡上班 我都可以接受到他的通知 那听说近期还要 他已经在进行全民普策的部分 全民普策的部分 对 真的很不多 大概 63万不到 大概63万不到 大概63万不到 然后他 他 他百分之八 六 百分之 差不多一半的工作者 都是从境外来的 比利时 德国 法国 都是 都是外国人 都是外国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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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的城市 你会非常的自在 为什么呢 你可能坐一个公车 前面 司机讲卢森堡语 有人讲法文 这边讲葡萄牙语 有意大利文 有人讲中文 一点都不奇怪 一切都很正常 一切都在很和平的方式下进行 但是还会有人讲德语 讲德语的人也很多 他的官方语言 是 是法文、德语、卢森堡语 那卢森堡语 呃 是后来才变成的官方语言 因为呢 有钱 他们就拿巧 就强迫人家学卢森堡语 就这样 哈哈哈 就是我们什么没有 就是钱很多 就是 就是这样 那目前他现在以台湾在那里的 嗯 侨民也越来越多 那大部分都是以金融业为主 那我们也有侨团 嗯 侨团 然后卢森堡的侨团 那我刚好是里面的理事 所以还 蛮多 乡亲父老的 但是因为我 我比较忙啊 那确实他们有一个中文学校 那我只能偶尔支援他们 偶尔支援他们一下 那那个 主要其实当初创办那个中文学校 有一点痴心是为了我女儿 然后我不希望说他觉得 就是好像他的那个 没有同龄的小孩可以交流 就是只有 好像就是那只是一个妈妈的语言而已 所以就中文学校是为了让他去认识 其他的孩子 那比较有趣的部分是 那里的 呃 那个中文学校 可能大家的配偶都不太一样 可能他们家是讲德文 他们家是讲儒生宝语 他们家是讲英文 然后就会搞得小孩 非讲中文不可 因为他们没有沟通的能力 哈哈 有人讲法文 对 有的家庭是讲法文 有的家人讲德文 英文的 荷兰语的 什么 好 然后聚集在一起 那些孩子 他们非用中文不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情况 好 只要特殊 好 我们来讲语言 用别的语言 也沟通不了 那就用中文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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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那个中文学校 那一个儿童中文学校 是设在一个读书馆里面 那他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他是最有趣的地方 那他 事实上我在 我教书教那么多年 我其实一直都是用汉语拼音 因为我相信绝大的 多数的老师也是 那但是我们那间 我们那间中文学校呢 因为他是 主注重就是小朋友大概 三岁以后 就就可以去了嘛 所以他们为了 是个地区太特殊了 我们为了怕语言混淆 所以当初就决定 他们要用助音 结果助音反而引起了很多 中国父母的好奇 他们也来了 就真的想要学繁体字的 真的想要学繁体字 那卢森堡当然也有中国大使馆 他们有他们的中文学校 比较有系统式的乔教 他们也有他们的乔教 那也有孔子学院 也有孔子学院 对 都有 该有的都有 他真的很小 但是该有的都有 嗯 好 我们讲语言好了 语言我完全就是只有写语言 没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这个呢 这个完全是为了要 为了要让我试完我的那个 爱怕破 就是你手写的吗 对啊 我就是只是纯粹为了让我开心 因为 我必须要在这两个月内 学会这个技能 然后呢 开学 就只能用这个上班 诶 你有哪个APP 它有这个彩色字啊 蛤 没有啊 就 笔啊 就是 iPod配啊 我也不知道欸 对对那为什么写出来是彩色字呢 那个笔的颜色就可以选彩色的啊 那个笔的颜色就可以选彩色的啊 那你的比较新的笔了 好吧 它是iPod 它是今年2020年的 2020年的iPod Professional 就是我们很想要的一台 我这台是旧的 我这台是第一代的iPad Pro 对啊 来告诉你们 这个学校 我现在他需要多少钱 全校 一两百个老师 每个人一台 多酷啊 它是有 我大概可以理解 如果我用澳门去理解卢森堡 我大概就是那个意思了 因为我们在澳门的时候 我们也是 整个澳门老师 每每个人都是发一台iPad Pro 不是iPad Pro Mac Pro Pro 就是一台好 对一台 我不知道多少台币 至少是一 快两万普币嘛 一万多普币的 将近两万普币的 就是 全澳门的老师 就是 我们学校是选苹果的系统 那你其他学校可以选 就是每个老师 都会有一台新电脑 那大概两三年 就会再换一台新的给我们 但是你觉得很 我们以前没有这样 因为我们学校 要拿到 要有 随处都有电脑可以用 所以我们 以法国老师的习惯 他不会想要把工作带回家 他根本不希望你提供电脑给他 他会很讨厌你 他完全不想 那在学校要用啊 不用带回家 是可以不用带回家呀 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 如果用澳门去想卢森堡 的确这两个地方的那个人口啊 有钱程度啊 对 澳门年年发钱的嘛 然后 公务人员什么的薪水也都很高 这样子 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 像我在疫情 疫情发生的时间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会被关那么久 那我就一定要稍微发泄一下 讲一点点 这样子 因为 因为当初我们 我想说大概两个礼拜就回去学校了 然后 我女儿要上网课 我也要上网课 可是事实上我们家只有一台很小小的平板 它是Acer的 它是宏基的一个小平板 两用小平板 然后呢 我就写信给学校 说 嗯 我这样子维持我女儿跟我之间的平衡 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说我不希望 我我我没有办法 因为那时候已经锁国了 就是欧洲每个国家 你都不可以互相移动的意思 那虽然说我们家里学校很近 我还是不肯过边境 逻辑上我已经没有全日过边境 那我就跟他说 我没有希望说 我说我去领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可不可以帮我记就好了 结果呢 好 我我写信没有上网课 下课完晚上我晚上写信 你知道我们校长晚上十一二点 合信给我 好 没问题郭老师立即帮你处理 第二天 还知道下午一两点 就有人来我们家按门里 他就送他上来一台笔电 很大很大台的笔电 通通帮我装好了 就是要为了让我上课 你会觉得说 哇那服务后勤真强 没错 可是呢 教师就是一个服务员 他就是要你的服务员 他就是要你 那你做线上课程 就是要整个完全实行 我们不是用论 我们不是用论 我们是用team 我们用microsoft team 可是全部售在学校的管辖里面 意思是说里面的分组课程 全部通通都是看得到的 上面学校 你怎么做你的 就是要是用论 就是要学校的课程 你上了多少实数 学校都知道你的课程 笔记在哪里 然后多少学生上课 他通通都知道 是全部通通可以空关的 所以老师是服务员 你就算薪水不错 你就是要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想法 好 那这是一个 那 对 来 黑妹老师 好 没关系就留在这里 这个语言的部分 我要讲一下 语言的部分 其实主要我要讲一下 说 我刚开始教的时候 其实法国的本土教材非常的少 那我当初的时候 我甚至于是用那个 台湾的500字说华语 那它有一个中法版本 当初它有一个中法版本 然后到后来它有发展 就是什么1000字说华语 到后来有唯一的 就是说有法文辅助的教材 大概是这个部分 然后 后来大概到2000 2010年吧 法国才会有教材 就是说你说系列 那所以 呃 其实刚开始在 在法国当职业当中文老师的老师 应该蛮辛苦的 因为 早年你不能够要求你的学生 学中文 那他的英文一定要很好 这是不对的逻辑 所以 所以在教材的 自制教材的准备情况下 呃 如果早期出道的老师 其实是很辛苦的 非常非常辛苦的 因为你全部通通都要自己来 全部都要自己来 然后好 再来我们讲那个国民族 种族 就那个Nationality 下一张 谢谢你 还是一样是我写的 那这个 那个民族性 哎呦 我刚才要讲什么 哦 我觉得他应该是跟欧美的学生的话 情况一样都一样啦 就是学生很活泼 那大概每上二三十分钟 可能就是要换活动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做住 就是你要整个教室跑 然后你要上课的情况 要活泼一点点 就是 不要 而且以我 呃 以法国教育来讲啊 他 以我已经被检核很多次了 我已经被教 呃就是 教学学检检核很多次的经验 他会要求教师 一节课只有三分之一的产出 那其他的学生应该是 三分之二应该是由你学生的产值 意思是说 如果你一堂课都是你在讲的话 那你这一堂课算是失败的 你只能 你只能一堂课 老师的输出 你应该只能维持在15到20分钟 剩下应该是全部由学生来展现 所以他会很要求一个 呃输出笔子 这是 嗯 我觉得是法国的教学 在民族性上面的特殊展现 还蛮特别的 我是这样觉得 那刚刚 呃我有讲过那个 在非洲的法国孩子 跟在卢生堡的法国孩子 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一个工程师的孩子 一个是金融界的孩子 那么对于世界观或金钱观 但是我有一个一点可以发现的是 卢生堡的孩子 他们的世界真的很大 真的太大了 太大太太太太大 就是他们一般 因为卢生堡的 卢生堡大学是这几年新兴的大学 那他们唯一学校可读的 当然就是只有金融系 那其他的都是很小的 才刚开始发展的 所以一般的学生 如果是其他 念其他科系 准备要向其他方面发展 他们就是出国念书 对 那大部分就是 哪里都有可能 加拿大美国 英国 法国 法国 而且他会选择大学校 就是公一个 就是他们可能会选择 预备学校去认 那 哦这个是讲到教育体制 那这个可能会讲很久 下次好了 因为大学校跟一般法国学校 我问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老师的输出时间 跟学生输出时间的比例 那是意思是说每科目都是这样要求吗 还是指语言的 语言的部分特别要求 语言的部分特别 语言的部分有特别要求 特别要求是这样子 就是必须要有互动 那你要想到说我们上网 网路课程的时候 事实上是非常痛苦 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的话 事实上很难 所以刚开始学校 并没有这样要求 那你要想很多方法 让学生可以跟你互动 我甚至于后来想到 很多事情都是到已经六月了 才找到 找到真正的好的方法 譬如说 有让有麦克风的孩子可以说话 然后让没有麦克风的孩子 可以用他的滑鼠 来线上共同做一件事情 譬如说一个来转动转盘 一个来选答案 然后另外一边的人讲 很多 东西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 事实上我从来也没有 我从来也没有在网路上面 这样上课 从 这三个月真是太可怕了 还好已经放下了 对 社团里面大多数的老师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在今年那个 我不是因为疫情开始线上课的 但是 刚好就是在疫情这个 这个当下开始线上课的 所以就也很凑巧 我以前其实也蛮排斥 但是现在大家就 但现在大家就 但好像你慢慢就 很习惯了 但希望不用维持太久 但我希望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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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我蛮庆幸 我 我现在教的是大人 不是小孩 我觉得太佩服你们了 真的 真的 我们要觉得 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一场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 线上上课的部分 我觉得很多老师一定会有很多感想 每个人大概都不太一样 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想法 这三个月的po文就知道 就是 对 真的 然后呢 我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论坛 哎呀真的是 获益良多 我 我真的是 太感谢您的存在了 你都不知道 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那时候觉得说 对 我觉得说 我一定要答应你 我一定要说说你的 你的 你这个社团有多棒 你知道你帮助了多少众生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所有分享的老师 我自己学的是最多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社团的存在上 而且 而且因为本来的界面就已经是网路 所以老师提供的东西本来就已经 其实已经有一半以上 就已经很适合在网路教学上面使用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 哇 没有办法讲这样的 哇 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感谢所有分享的老师们 这样子 对真的要给他们拍拍手 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 然后再来我可能要讲一下 刚刚那个 蒋老师有讲到一个 讲到一个 讲到一个 法国的韩寿部分 他有讲到 嗯 就是蒋老师 不是 蒋老师说 法国教育里面有一个韩寿的部分 那 网路的吗 他是说网路 什么 对 对 那他是CNED CNED 我不能写 好可惜哦 我就还不会还没学会 哈哈哈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让我对于法国在疫情 在教育这个部分呢 我让他 我觉得他是非常让你惊艳的部分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像 这么懒惰的法国人呢 事实上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把远距教学就通通做好了 哈哈哈 对 而且呢 全部都照着法国的课纲走 不管你是哪一个科目 通通都有 那蒋老师 刚刚他是应用 他是讲在说 如果哪一个学校没有开中文 就是说你 你住的那一个省份的 国高中没有 没有开中文 那学生就可以用CNED 做远距教学 那远距教学 他是 他是可以算入学校成绩的 他是一直都可以算入学校成绩的 就是一样的成绩 比如说他是选外123 然后他就是依照这样的方式 他就还是一样可以跟学校做连结 你要透过 透过学校 说你要上这个课程 那你的成绩计算 就会算在你的学期成绩里面 那那这次疫情呢 因为法国他的远距教学本来就已经 主要呢 远距教学跟我们这个F2的学校呢 相当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 已经在全球有500多街嘛 他就是早期的法国海外学校 那事实上海外学校的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有一些课程 他会因为学生人数不足 所以他没有办法开 那代表他的远距远端课程 他很早其实他就已经做起来了 那这次疫情 我刚开始我也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学校可以这么的大方的 跟甚至于上了公共的报纸 就说我们准备好了 我说你准备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准备什么东西 我都没有看到 结果原来就是事实上 法国真的准备好 在教育这部分 在教育这部分 就是他的素材非常的广 连我自己我女儿是念小二 然后我看到老师丢过来的东西 譬如说什么共同虚拟教室 或者是 譬如说线上的数学 电动玩具 或是电动玩具式的教学 事实上各式各样 事实上全部通通 以那个connect 就是刚刚蒋老师的那一个系统为主 然后其他的分支为福 所以事实上他在教育上面 他真的就像他们那个 那个他们总统 马克龙说的一样 马克龙总统说的一样 停学不停课 他们真的做到了 他们真的做到了 那这个真的是很法国 真的是很法国 这是让我在这一次疫情上 对这个国家 因为我一直觉得 像那个黑妹老师 刚刚一直讲说 浪漫浪漫 我以前的说法叫做 又烂又慢 哈哈哈 就是呢 什么事呢 就是烂烂的 没关系啦 然后可以过日就好 然后呢 慢慢来 哈哈哈 然后 哈哈哈 法国的 法国的香味 除了刚刚那一个呢 应该巴黎还要加一个香味 刚刚讲说 法国有什么香水 什么什么什么 有什么味道 其实巴黎最多呢 就是食味 路上的食 很多 哈哈哈 所以我会把那个 如果抱还有很多幻想的人 全部一路打他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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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到文化的部分好了 我们讲一下文化的部分 对 所以会讲很久 因为我们两个小时 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是要约 约约约 但是也有部分还没讲到啊 哦 好啊 我想说我三三张 我不讲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放下了耶 哈哈哈 我很快 哈哈哈 有三分钟吗 可以啊可以啊 所以你确定三分钟吗 对 三分钟 好文化的最大冲击 因为我是单亲妈妈 好 所以呢 我的学生他们会教 会会教 比如说爸爸妈妈 比如说每一个课程 刚初级班都会教这些嘛 然后那学生就会问我说 用中文 用中文问我说 老师你有先生吗 老师你有先生吗 然后我 我的回答那时候 我是吓一跳 因为这个学生是 他们班是 我有带去台湾做交流的 我有跟台湾固定做 那个 合作伙伴学校 就是我会带固定 每一年带他们去 台湾 呃十天 然后做交流 那那我带去的时候 我会带我女儿去 所以我就心里的 先决条件 先决印象 就是我的初浅印象是 他们已经看过我女儿 他们为什么还问我 我有没有先生 这件事情呢 然后呢 我被 重打了一棒 学生说 你有女儿 就一定有先生吗 这是哪 我才想说 对 是我太 是我被世俗的眼光蒙蔽了 就是有时候 教学相长 很多观念的问题 你是在学生的 在跟你对谈的部分 才想说原来你的思想 很多部分 还是很很封闭的 所以有非常非常 非常多的事情 是像这样子的 然后譬如说 我们讲到两性的时候 我的高三的学生 他会很大方的告诉我说 老师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我爱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就觉得 哇哦 因为我们可能讨论很深处 所以在文化的部分 我会觉得法国的孩子 非常的 在言论自由上面 非常的开放民主 而且他可以跟你深入的 聊得很深 可以聊得很深 那大概是这样 食物的部分 就像那个在讲 就是从小他们这个哲学课的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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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我们可以在另外再排 我们可以在另外再排一个时间吗 我们可以在协议 因为我们 我应该可以在约五场 因为那个 学历老师说 对 那一场我也想约就是 在俄罗斯的Grace老师 她也去过那个非洲外派 她是台湾外派去的 然后你是有国会和法国 法国教育部 对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两个可以凑一个 没有 在 就是 外派去非洲的这一个 跟 现在还在非洲回不来的 语文老师 对 我不知道她怎么了 她在一个礼拜给我留一句话 然后人还在讲 然后人又消失了 对 应该是没有网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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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还要 好啊 好啊 那我们可以保持联络 要不要咱们在 国英老师你的那一部分 我们 是 对啊 可以再安排一场吗 呃 其实我 我可以啊 就是其实那一部分 也是一小部分而已 对 没关系 像我们一场没有说就是我们只是 对 我们本来都是预期一个半小时 然后 大概基本上都没有一半小时结束的 然后 但是我又不希望超过两个小时 对 嗯 好的 对 然后所以那个Angela 如何 可以 可以啊 要时间要找得到就好了 对啊 就是 反正我会带 各位你们相信吗 我们三个人 7天乘以24小时 没到24小时吧 但是 7天乘以大概16个小时的这样的空档 我们一个礼拜只能找出这个空档来 好吗 我真的 那我说 不要这样 我们就是台北时间 以黑妹老师的时间为主 的约法 然后所以我们 一整个礼拜那些格子 里面就我们三个人的集合点 就这个时间的这两个小时而已 对 然后因为我现在 嗯 对 我现在要去上TCI的课 我顺便广告一下就是 那个 呃如果有老师有兴趣 就是因为刚才 刚才那个Angela老师讲 在法国他们非常要求学生的输出 要大于老师的输出 这跟我最近在上的这个TCI的课呢 完全完全的被盗而驰了两件事情 那所以 我觉得大家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交流其实真的蛮好 就是老师们愿意 嗯 分享自己的东西 然后所以 就是 智刚老师约了 是在美国教TCI的 就是中文教TCI的老师 然后 就 三十五人民币 一堂课 一百六台币 五块美金 各位 够扣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五块美金 他讲 一个讲座 讲那个TCI 所以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 因为我最近自己上TCI就是跟你刚才讲的就是 我们传统是认为老师要少讲 让学生多讲多脸嘛 是蛮大的冲击的 所以我刚才特别问了一下 是不是每一科目都是这样 我很想再跟两位再聊一下 因为我觉得 就是 在教学或者文化这方面 因为我们还有些文化还没谈到 比如说 学生他他在语音上或者是在 呃学习上 因为 哦如果还有公立学校老师我再问一下 有公立的学校老师在 在跟我们联系 我们也可以加进来一起聊好吗 对所以 就是呃 包括什么 在比较针对教学核心就是 发音语法还有那个 嗯 语调吧 对这些部分在教学上 你们会遇到的问题跟解决的方法也可以聊的 OK 所以 好吗 我们再瞧瞧看能不能瞧到音 可以啊 好 然后 对然后 对然后我可以再跟你瞧非洲场这样子 好 好啦好啦 哈哈 放下了放下了 反正我会带着我的iPhone到处去这样子 反正是练习嘛 哈哈哈 我就是得练习嘛 我就是得练习嘛 你是我的动力 对对对对 我就是得练习 然后因为我现在 对现在我要去上我的TCI了 然后 好再见 各位老师们 谢谢 然后 谢谢 对对对 然后那个 欢迎其他有其他国家的老师 然后有那种混血儿的 就是有没有哪位老师家里的混血儿已经是长大了的 有 有 我们现在要找 哦 你还是这样吗 对 对我老大已经回泛国发里念书了 他已经21岁了 他愿意会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上一场那个马来西亚跟跟那个印尼的 印尼的那个 是哥 对 那 我就想说可以跟他 因为他 他是 妈妈是印尼人 他小时候不准 跟他说印尼话嘛 那他想要约一位也是像这样子的 一起来开一场 如果有的话 我们可以等一下聊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两个小时了 我们就 对 我们约吧约吧约吧 然后 对 然后那个 其他老师什么德国的呀 然后还有哪里的 好吗 可以来约 真的我的夹子真是越来越壮大了 Chirley老师可以作证好吧 对 他有我所有的 最最精彩的夹子 所以 等会 两位老师我会分享我的夹子给你们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就在下一场 再见 好吗 OK 没有问题 我不会挂 要怎么挂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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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可以挂 我这边可以挂 然后 就是 嗯 对 我这边可以挂 我们就先 好难哦 对 哈哈 没事没事我们家有苹果树 苹果树 苹果树 什么 对啊我们家有苹果树 在这里后面 哈哈 这就是苹果树 哈哈 我们只看到蓝天白云没看到苹果树 OK 这个是樱桃树 樱桃树苹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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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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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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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树 谢谢大家